女性的乳房是越摸越大 乳头是越甜越黑 那些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女性朋友们 小心会患上乳腺癌 大家好 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Angelo许素恩 今天这影片我会跟大家分析 关于药理跟健康的知识 女性的乳房是越摸越大 乳头是越甜越黑 那些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女性朋友们 小心会患上乳腺癌 这些背后的原理是否有科学根据呢 乳房是女性的第二性症 在性行为当中除了生殖器官之外 乳房就是女性最为性敏感的器官之一 可是对于乳房的健康迷思却层出不穷 今天这个影片我会一一为大家简答 关于乳房这件事 健康迷思第一点 女性的胸部是越摸越大的 对于胸小的女性朋友们 你们要大胆一点多摸自己的胸部 或者多给人家按摩你的胸部呢 你的胸部会变大哦 不会吧 这个说法倒是在还有人相信嘛 如果你男朋友或者身边男性朋友跟你说这个东西呢 你要记得一句话 男人的嘴啊 骗人的鬼啊 女性外观的改变呢 其实跟这三个荷尔蒙有密切的关系 一 磁激素 二 脆乳素 第三 黄体素 我们先来说一下磁激素这件事 磁激素呢 英文叫做Estrogen 磁激素呢 是帮助我们女性胸部发育的一个最根本的荷尔蒙 当女性来了出经之后的第二年呢 这个磁激素呢 就会帮助我们女性的胸部的脂肪组织啊 韧带啊 或者乳腺体呢 态度的膨胀 直到20亿岁左右之后呢 它基本上就固定住了 那磁激素这个荷尔蒙呢 是能帮助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胸部的 我们的胸腹的组织呢 除了乳腺体之外呢 大部分都是脂肪所组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的胸部非常的柔软 那黄体素呢 英文叫做Progestron 黄体素呢 能让我们的乳腺发达的更好 那脆乳素呢 同时在怀孕时期或者哺乳时期 会大量的分泌 它会让胸部分泌更多的乳汁 进而让胸部变大 那刚才重提到 为什么越摸越大 到底它的原理哪里来呢 那是因为啊 当我们在被人家抚摸我们胸部的时候呢 我们胸部呢 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 它就会分泌磁激素 可是这个磁激素呢 只会暂时性的让你的乳头变硬啊 比较膨胀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重点说一下 按摩胸部呢 并不代表缝胸 它并不能让你伸皱背哦 按摩胸部呢 它只能让你的血液循环的更好 淋巴循环的更好 能让你的胸部呢 更加集中更加停拔而已 能变大呢是两回事的 可是来到按摩胸部呢 第一次这件事情呢 你们要拿点的非常好 不然呢 分分钟可能会造成乳腺炎 乳腺结结等问题哦 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基本科普一下 我们乳房的一个组织 我们的乳房组织呢 是由15到20的线小液成组成 而每一个线小液呢 有50到100个的线小泡 就好像葡萄要一串一串的串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乳房的组织呢 是非常脆热 如果你用错力度 或者是给不专业的人士大力的推呢 他有可能分分钟会捏爆这些线小泡 而造成囊肿 当我们怀孕的时候 哺乳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脆乳素 这个荷膜会大量的分泌 然后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乳腺阻塞 大家都知道 乳腺阻塞呢 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而且会让你整个胸部 从柔软变得硬棒棒的 一个办法呢 就是去按摩 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去帮你按摩 或者是自己按摩 你可以热敷它 还有一定要搭配润滑度够好的 按摩精油呢 去帮你疏通这个乳腺啊 如果你干手去按摩呢 还有可能分分钟会拉扯到皮肤 造成炎症哦 那有什么精油可以为大家介绍呢 那就是我们家的 Andro爱草精油 大家要知道 爱草成分呢 可以有效的活络气血啊 所以涂抹在胸部呢 它可以很好地帮助你 去按摩通乳腺 除此之外 如果你觉得涂手按摩 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呢 你可以搭配一个电动按摩锁 这个有震动的力度 刚才我所说了嘛 当我们来到按摩胸部的时候呢 力度用错 有可能会让小线跑破裂 可是如果我们用电动按摩锁 这种震动功能呢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住这个力度 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通乳腺 能让我们的胸部 更加的提拔跟集中哦 长生闷性 长发脾气的女性朋友们 你们大家要注意咯 小心得上乳腺癌啊 其实这个说法到底有科学根据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 我不完全否定它 也不完全承认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说法呢 是来自不同的专业角度 那就是西医跟中医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西医 在西医来说呢 当我们长期焦虑 压力 发脾气 情绪大量的浮动 会造成我们内分泌紊乱 当内分泌紊乱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乳腺震生 而乳腺的震生呢 就有可能分分钟 会有乳腺炎啊 会有囊肿啊 疼痛啊 也有可能分分钟致癌 根据西医跟研究报告所显示呢 长期处于在压力焦虑 跟发脾气的情绪波动之中呢 并不直接导致了乳腺癌的发生了 毕竟要做这类似的 试验和测试呢 情绪这个东西呢 是很难精准去衡量的 所以这些报告呢 到后面的结尾都会说 还有待审核 有待考量 但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 当一个人的长期处于在焦虑 或者情绪失控的当中呢 他是可以减低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紊乱 然后这两种因素的穿插之下呢 就有可能会致癌哦 中医的角度呢 就有一个所谓叫干预气质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长期生奔气患的发脾气 情绪波动的朋友们呢 就会导致了干预气质 而肝筋这件事呢 是围绕着乳腺所生长的 当肝筋被阻塞了之后呢 气血就不流通了 大家要知道 来到中医我们都会是说 气血脉络静络之类等的原理 那当你的气筋被阻塞了之后 气血不流通之后呢 就有可能会提高了乳腺癌的几率哦 在今年2022年1月份呢 就有科学家跟中医师所提出了一个医学报告呢 是说如果一个女性朋友们的长期 有一个负面的想法 常常生闷气 常常情绪波动呢 是有几率会提高乳腺癌的一个发生 可是呢 这个东西还是有待考量的 好来到最后一点 女性的乳头啊 是越天越黑啊 这个说法到底是正确的吗 它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说法真的是有乳女性啊 我相信屏幕前的朋友们 也不少听过这类似的东西吧 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市场调查 问了身边10个至15个左右的朋友们 就会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然后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可是呢 我总结了起来是说 哎呦 女性啊 当我们在扑乳的时候呢 可能颜色就会改变了 所以有可能就是婴儿的口水啊 不一定是另外一半的口水而导致啊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一一分析 这个原理背后的logic在哪里 女性的乳头颜色呢 是会有两种因素的改变 一种就是先天性 那就是基因造成了 你出生皮肤就是这个颜色 那乳头就是颜色了 你后期用什么方式也好 它都不可能会改变乳头的颜色 除非你化妆或是cover它 那第二个就是后天造成 那后天造成有两种因素 会造成你的乳头的颜色 会改变了 第一就是穿错内衣 或者是穿非常紧的衣服 长期的摩擦之下呢 那色素就会沉淀 那另外一种因素呢 就是当我们怀孕的时候 荷尔蒙的一种改变呢 雌激素的一种提升呢 都会让我们的乳头颜色改变 或者是乳头的尺寸所改变 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当一个女性的乳头被舔死了之后 不管是在哺乳期 或者在性行为当中呢 都会释发一种荷尔蒙 叫做Oxytocin 这个Oxytocin的荷尔蒙 其实是能让我们快乐的荷尔蒙 能让我们减压 relax这个荷尔蒙 除此之外 它能让我们感觉到被关爱 尤其是来到哺乳期的妈妈 当宝宝在吸食母乳的时候呢 分泌的这个Oxytocin 会让我们产生一种 抹爱的感觉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是正常呢 就是乳房一大一小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是大人一半到一个罩杯左右 都是属于正常的 那什么东西是不正常呢 那就是忽然间的变大 或忽然间的一个肿块 忽然间的不在近期之前 莫名其妙肿大疼痛 还有可能分泌一些不知名的液体呢 这些东西都要赶紧求医了 那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呢 加上我们常常压力跟饮食的关系呢 我们要自我检测自己的乳房 定期每个月呢 都要检查一次 那自我检测的一个图的方式呢 我会在这里方呢 给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截图去理解 到底如何自我检测 那自我检测最好的就是 今期之后的9到10天左右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呢 是比较平稳的 这个时候呢 去检查我们的乳房呢 它的那个准确度会比较精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们想要做这种 mammogram或者乳房X-ray检查的 医生都会安排在你 停经的之后的一个礼拜左右呢 去照这个X-光呢 会比较准确的 那我会建议 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们呢 至少每一年或者是最多每两年呢 要做一次的乳房X-光检测 如果在经济上面 有需求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到malaysia.golf.my 就是政府呢 会帮助35岁到70岁的女性朋友们呢 去做一个免费的乳房X-光检测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浏览etica跟mcsm这个集团 一起合办帮助弱势群体 女性的去争取 合理的磁工膜片检查 乳房X-光检查之类等等的 其实这些资料我都会放在这里 如果你有需求 你们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这些链接呢 我都是免费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的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好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影片呢 别忘了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家人朋友们知道 我真的很希望这种健康类型的影片呢 可以给你们大力的分享出去 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分享 有可能会救了人家一命 除此之外呢 会让广大的朋友们呢 去学会尊重女性朋友 而且了解更多关于胸部 跟健康的一个知识哦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YouTube朋友们呢 赶紧去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屏幕前的你多吃不胖 初入平安 身心不被辜负 关注我每天学点东西 希望你听得明白的健康知识 跟人性观点